康得新的122亿还没见到 实控任忠玉就先被抓了 5月12日晚 江苏省张家岗市公安局在其官方微博上发文称 康德集团董事长 康德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任忠玉 因涉嫌犯罪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5月13日中午 康德新在官网发布至全体员工的一封信回应称 此次事件并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直接影响 同时表示公司前期的问题正在逐步厘清 并基本明确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5月13日晚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 张家岗市公安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终于已被刑事拘留 主要原因是涉嫌磨用资金 磨用资金的具体金额还在核查中 后续不排除有其他罪名 此外 张家岗保税区管委会表态称 会积极协助康德新应对危机 但受中欲事件影响 ST康德新在5月13日继续跌停 收盘价为3.87元股 这也是ST康德新的连续第7个交易日跌停 截至5月13日收盘 ST康德新的总市值为137亿元 这只曾经的白马股 在经历手握150亿元资金 却还不起10亿元债券消失的122亿银行存 款等风波后 市值已较今年年初蒸发近120亿元 此次中欲被抓 外界普遍认为这表示警方已初步掌握中欲的犯罪事实 而有法律人士向财经天下周刊表示 假如中欲被认定构成职务侵占罪 刑期可在5年以上 1988年 中欲从国企下海创立康德集团 使其成为中关村的第一批创业企业 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后 中欲决定进军高科技创新领域 在2001年成立了康德新 2010年7月 康德新在深交所挂牌上市 上市当年归母净利润为6641万元 康德新随后的发展也一直顺风顺水 到2017年时 归母净利润已经达到了24.74亿元 7年时间增长了近40倍 在2018年的胡润百富榜中 终于以160亿身家排在百富榜第211位 身家甚至超越了玻璃大王曹德旺 危机的集中爆发 是从债务违约开始的 2019年1月16日 康德新称应受宏观金融环境及销售回款缓慢等诸多因素影响 公司资金周转出现暂时性困难 第一期1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已构成实质性违约 同时第二期的5亿元债券兑付也存在不确定性 而在此时 根据公司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康德新还拥有可流动的货币资金150亿元 在此之后 康德新又出现多起债务违约 涉及到的违约债券总金A已超45亿元 2019年1月21日 ST康德新发布公告称 在证券监管部门对公司的调查过程中 同时经过公司自查 发现公司存在被大股东占用资金的情况 1月22日 中域现身出席了康德新的债权人会议 表示将通过应收账款 银行支持 引进站头等方式筹集资金 2月12日上午 ST康德新发布公告 69岁的中域因个人原因 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 董事 董事会下设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等相关职务 但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康德集团的董事长 2月16日 在亚布利中国企业家论坛上 中域还曾现身并回应了康德新债券违约的问题 他称 受到各种因素影响 康德新去年受到重创 但现在正在采取各种措施解决 康德新以后一定会再度崛起 但这次现身引发了被限制高消费的 中域是如何到达距离哈尔滨约200公里的小 成亚布利这一质疑 假如从北京出发 由于不能乘坐飞机 高铁和列车软卧 中域的唯一选择只能是16个小时的硬卧 而截至4月17日的公告 康德新及全资子公司从1月28日起新增倍速案件60起 而一年内的备速案件累计金银已经60亿元 4月30日 SG康德新发布2018年年报 称公司账面货币资金153.16亿元 其中122.1亿元存放于北京银行西单之行 但会计师事务所和公司独立董事对这份财务报告均表示质疑 会计师事务所收到的银行回函更是表示银行存款该账户约为0元 在5月10日对深交所的回复函中 康德新称 由于康德集团与北京银行西单之行签署了现金管理业务合作协议 康德集团可以从其自有账户中拿走康德新账户中的资金 但在康德新自己账户的对账单上则不显示这些信息 公司目前无法确定公司资金是否已经被康德集团非经营性占用 康德新同时表示 公司当时的财务人员无法说明康德新及其下属子公司加入此协议的原因 且西单之行也不配合公司开展进一步调查 为了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康德新已向证券及银行监管部门投诉 在有关诉讼中向法院申请追加西单之行作为被告 而此前北京银行增声名称 西单之行与康德新签订的相关协议 是各方本着自愿、平等原则签署 合同定立的行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针对此次的终于被采取强制措施 外界普遍认为这表示警方已初步掌握中狱的犯罪事实 知名法律人堂有宋对财经天下周刊表示 因为此前康德新曾披露过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事项 所以中狱涉嫌的可能是违规披露 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从这类犯罪的严重程度看 这是比较轻的犯罪 最高刑期是三年 最高罚金为二十万元 但由于康德新还无法确定资金是否被康德集团非经营境占用 唐有宋表示 中狱在理论上也有涉及摩用资金罪的可能性 如果不仅是摩用资金 还将资金自己占有 则还有可能涉及职务侵占罪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职务侵占罪的刑期可在五年以上 而SG康德新在关于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相关的公告中曾多次提示 若上市公司应涉嫌违规披露 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的 将应触及上市规则十三 二点一条规定的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情形 股票交易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